It's a reason pop up 神秘感这样 神秘感 那也不要去提到任何女艺人的名字 对 当大家问你的时候 你应该说 我谁都喜欢 谁都好 对 你特别去提谁的话呢 就会被人家觉得你在吵新闻 所以你看我这么说 除了我之外 其他的艺人都没有绯闻 当然也有坏处 他们都没新闻 其实带新人真的很不容易 那就是 我觉得我带来这几个新人 目前为止就是浪花兄弟 算是这个 这个回响 比较大一点 因为他们两个都帅哥 那 我觉得 要做一个新人 有时候你自己觉得好听 但是观众如果不买帐 你也是只摸摸皮子而已 我觉得 要靠一点运气 其实是靠运气 我觉得 这个年头其实有实力当然很重要 但是机会跟运气 我觉得 人要懂得抓住机会这样 对那我现在是不停给别人机会 那之后的路靠你们自己 所以我签的这些歌手都是 他们自己会创作的 那我只是给他们一个舞台 然后最后成果是看 就是看他们之后的发展 对 所以 我觉得我会不停的提息这些新人的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之前 我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 那时候吴宗健的栽培这样 他给我一个机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会不断给别人机会 会不会觉得现在比以前还要难 现在真的 对啊 现在比以前还难 而且现在很多的歌唱比赛 我不知道新加坡有没有 有吗 就节目在很多 节目很多这种 PK啊什么的 其实很残忍 但是我觉得会唱歌的人太多了 那有特色的人也很多 我觉得演艺圈会 不停的有人取代谁 取代谁 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 那我希望这个 这个时代呢 我还可以画时代走久一点 不要马上被取代 Can the R&B prints be anything less than cool? Find out next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